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朝秘令 被动技能 第三次攻击将会附加一枚随机的额外令牌 攻速控制的核心技能 被动效果的搜查令控制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在足够的攻速下 你可以轻松走砍 封针死对手 搜查令 敌人杰扔出一枚金色的搜查令 对目标造成伤害并眩晕 敌人杰安全封针敌人的重要技能 扔出敌人的同时 自身的AD持续输出 在后期可以轻松秒杀脆平英雄 警戒令 敌人杰扔出一枚红色的警戒令 对目标及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与减速效果 红牌的减速效果可以配合其他技能 风筝追杀敌人 逮捕令 敌人杰扔出6道逮捕命令 对命中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敌人杰的大招伤害并不高 在团战时敌人扎堆可以用来补足AOE范围伤害 技能加点 主点搜查令 刺点警戒令 有达点大 召唤师技能 进化 在未解锁进化的时候可以带狂暴度过 进化60秒CD 解除自身所有负面和控制效果 并免疫控制 持续1.5秒 因为游戏中带控制技能的英雄非常多 所以进化绝对是所有ATC英雄必带的神技 推荐出装 前期吸血之联 中期极数专靴加破灭君主 后期转出无尽刀锋 闪电匕首 破夹弓 隐刃 敌人杰并不是一个高物理输出ADC 出攻速装备是为了配合破灭君主打出被动效果 对敌人造成高额的误法混合伤害 后期攻速起来以后 只要人品不是太差 可以一直渲染敌人风筝输出 大后期顺风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用三胜之力来替代闪电匕首 在1v1的情况下 可侧翼走位 用搜查令起手 走位贴近敌人接警戒令 边走边普攻 距离拉近后可以多普攻击下 如果触发被动技能再次晕住敌人 那么很容易完成单杀 在线上如不慎被敌人先手控制 先用搜查令控制靠近你的敌人 同时拉开距离边走边A 对敌人进行输出 配合队友集火击杀敌方英雄 小规模团单中 先用搜查令先手控制敌人 配合警戒令进行输出 由于警戒令的减速效果 敌人很难突进到你 等到队友过来支援的时候 可以配合训言技能来控制敌人 进行走A输出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走A技巧 在团战中只需要按住攻击键的同时 按住方向键就可以轻松走砍 与敌人对拼的时候 大刀释放距离要把握好 距离越近伤害越高 所以尽可能接近目标再释放大招 由于敌人节身板较脆 团战中应等待队友肉盾英雄进场开团 同时选择站在最安全的位置 打队友集火的目标 由于自己是攻速破败君主的出装 就算是坦克英雄也无法扛住敌人节的伤害 平凡被动技能的触发下 敌人也很难冲散我方阵型 同时注意留住自己黄牌搜查令 防止敌人由突进技能针对自己 可以在关键时候再次运助敌人 拉开距离输出 团战中 在敌人突进技能没放出之前 留住搜查令 如果走位不胜被敌人突进 立马甩出搜查令 贴身放出大招逮捕令 这样打到的伤害会被敌人全部吃到 打出巨额伤害 插动敌人节 还有一个小技巧需要注意 搜查令不要和队友的炫营技能重合 这样会浪费控制时间 中后期 有闪念匕首加破美军动的攻速支持 敌人杰打弹的控制效果 会得到质的提升 团战中 无限的控制配合队友 可以很快的击倒敌方前排 一旦激活成功 敌方肉盾倒下 敌人杰可以似乎近代的切牌 屠杀敌人的脆皮 敌人杰的优势在于 无限的多的控制牌 迅速加减速的组合 是个靠风阵 对手打出持续输出的ADC角色 同时自身的缺陷明显 前期缺乏伤害 依赖装备 自身技能没有物理AD加成 一旦逆风 伤害很难打出 所以队友配合队友 多游走打出节奏 对于敌人杰来说很重要 装备成因后的敌人杰 可以轻松Carry登场带领三路 走向超神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